爱他从抚摸开始 爱情总是少不了吵吵闹闹,分分合合 不是你不爱我,就是我不爱你 其原因在于两个人相爱的方式不对 我想说,爱他从抚摸开始 一个简单的抚摸动作大大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通过抚摸感受彼此的温度,温暖,舒适,舒服 平常两人闲来无事时不要各玩各的 而是要坐在一起,把他拉过来靠在你的身上 轻轻地用手抚摸着他的秀发 由上而下,由左而右,感受他头部的温度 获取他的想法,虐待挑逗的口气对他说 你看你都长白头发了,要不要我帮你拔掉 他立马回应,拿你拿你,去拿镜子给我 我自己看看,微笑着对他说 都你玩的,你当真了 多么和谐的画面,多么恩爱的一对 当你们吵架时,走过去拿住他的手 把他的手放在你的手心里,慢慢地抚摸 跟他好好地解释 最后再加一个拥抱,让他感受你的心跳 跟他说,我的心里只有你 当他辛苦了,累了的时候 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额头 太阳穴,脸 慢慢地,温柔地,一遍又一遍 他的疲劳感会迅速地减轻,舒适起来 这时候不要停,更要温柔地抚摸 直至他睡下,等他醒来,一声轻松 他会对你说,亲爱的,有你在真好 多么温馨的画面 抚摸是一种技巧,是一种态度 他能引领你走入他的灵魂深处 在他的心里扎根,为你们的爱情永久地保鲜 如果你爱他,请从抚摸开始 然后再试一下